碗里面放上半熟蛋还有香肠跟卤肉 淋上专属酱料 这碗嫩骨饭是很多台南人的最爱 有民众表示上了大学发现 很多同学不知道嫩骨饭 这是身为台南人一定要知道的餐点 内用便当可以选三样菜 而且一定要加很多汤汁 跟半熟荷包蛋 强调必点三样菜 一定要有一个是招牌的沙茶高丽菜 直呼每次带朋友去吃几乎全都上瘾 底下网友纷纷敲碗求问店名 不过女大生直言现在已经很难排了 担心曝光之后会惹怒其他老顾客 只愿意透露排一下留言有人猜到了 而且现在嫩骨饭生这家最常情好吃 提醒抓时间大约下午一点半去 幸运的话可以比较不用排队 另外只有台北网友回应 这在台北叫做软骨饭 吃了才知道软骨炖得像牛筋一样 有够软嫩 东森新闻台南报道